我们是一家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主要提供L3到L5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 我们团队来自中美最牛的大学实验室和科技公司 从2000年开始就从事自动驾驶技术的研究 已经完成了12代超过60辆各种车型的自动驾驶开发和应用 6次获得中国最高级别的挑战赛冠军 经过多年努力 我们研发出了一款安全自主可控的L3级别的高速公路自动驾驶系统 整套系统采用相机加毫米波雷达的低成本可量产的组合方案 结合神读学习技术 实现高速公路快速路等场景下的高级别辅助驾驶 L3高速公路自动驾驶系统 是在现有量产车型的基础上 只采用原车标配的传感器 加入我们自主开发的量产机智能控制器 实现的没有激光雷达也没有公共机 全车自检完毕进入自动驾驶模式 我们针对车载场景的语音技术做了单电优化 当前速度为100千米每小时 强化识别理解反馈的速度与准确度 我们的高速公路自动驾驶系统 可实现高速路段 城市环路 拥堵路段 等各种复杂高速场景的自动驾驶 车辆的最高速度为120公里每小时 感知能力覆盖向前185米 向后110米 左右15米的范围内 和左中右三个车道的全部车辆和车道线信息 并对运动目标进行跟踪预测 以保证在本车道内巡航 以及在变道环境下的安全行驶 当车辆进入驱离较大的杂道时 规划控制单元会根据感知结果计算车道驱离 配合精准调教的控制算法 实现在车道中央 以时速40公里每小时平稳过弯 提升乘坐的舒适性 当车辆在当前车道被慢车阻挡的时候 而左车车道畅通 自动驾驶车辆将自动变道至左车的车道 完成超车动作 当进行变道的时候 会精确地感知到 临近车道前后每辆车的速度和位置 对可变车道的空间进行预测 从而进行加速或减速变道 我们的系统也能够处理非常近距离的加塞行为 当发现侧向车辆快速向自动驾驶车辆贴近的时候 系统预测对方要进行加塞 并做出合理的减速动作 以保证驾驶安全 目前 AutoBron正在和北汽集团 长城汽车等多家国际国内车器和TL1展开合作 提供的方案都采用车规及可量产的硬件配置 产品的落地即将实现 我们选择合作伙伴其实还是比较谨慎的 首先它要有丰富的开发经验 能了解我们OEM的需求 第二个要有丰厚的技术储备 AutoBron在技术储备上和沉淀上 属于后机勃发的一个维系 而且前期也在各种赛事上都拿过大奖 同时在各种车企的合作 运动控制限控感知融合方面具有深厚的技术基础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 AutoBron能够用AI更多的为汽车赋能 为用户和驾乘人员带来升级的出行体验 AutoBron free your drive AutoBron